大家好,我是妍妍,这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的后面 不是上次拍了那个《晚夜机秋莉》之后吗 很多朋友都问我,想要让我帮忙代买 但是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帮大家代买 因为这个,它快递运输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的断 所以说棚主他们这边也不快递 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一个办法 因为我送给大家的话,大家可能稍微断一点的话 他就不会太在意 所以说我上次我就给棚主说 我想买一盆回去 我不是买一大泡沫箱子吗 买回去的话,现在我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砍头 砍头就是多烦这些 等到春天的时候我就可以送给大家 这个样子大家又有肉肉了 走吧,我们先去看一下,去挑一盆 看哪一盆比较,长得比较好一点点 棚主上次还跟我说 如果我能抱得起一盆的话 他就送我一盆 我们去看一下抱不抱得起 如果抱起他就送我 抱不起的话我就掏钱吧 走走走,来我们来寻觅一下 看哪一盆肉肉比较好 长得比较好的,能让我们尽可能多繁殖的 你看这边这两盆都还是不错的 这一盆也挺好的 这一盆挺好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都看一下吧 这边都还有马库斯 你看这马库斯这后面光照不是很好 它就长得特别的绿 都全部长成野草型的了 你看好多 哇,最前面的 哇,最前面的好像比刚刚的那个还有好很多 看,感觉就像是那种野生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长好多哦 大家说哪一盆好 我感觉这一盆可以 你看这一盆的瀑布掉得好长哦 掉得特别的长 但是这上面是怎么了 叶子怎么 感觉像被扳掉一样 还是被虫吃过 哇,这边 哪一盆 寻觅一下 我觉得这几盆都长得差不多 我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一盆 就这几盆挑一盆吧 这几盆当中挑一盆出来 你看 我觉得都差不多呢 这一盆怎么样 这盆可以 要不我们就抱这一盆吧 我们来准备下手 这个花的瀑布 真的是太漂亮了 主要是这两天颜色没有出来 如果颜色出来成粉粉的 就会更加的漂亮 把我脚先放在这里 能不能行 哎呀 哎呦,我这个天 好重 不要选到水给力气了 看来这个是给钱要给定的 帮他消息 把他消息 把他前面去 因为明天我用老爸的汤油来搬 这个就是好重哦 你全是啥子吧 嗯 是这个没有 你抱回家哈 啊 抱回家 放在这儿行吗 等着 等转一转 不得 哦 哈哈哈 太过哈 嗯,太过就够了 一个主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一大泡沫箱的晚衣 急求力 先放在这里 我今天骑着电瓶车过来 把它没办法弄回家 只有明天把我老爸的那个电动车拿过来 然后把它弄回家 弄回家可以砍头 这个长得太好了 这个 其实这个瓶装长成悬崖装 特别的漂亮